现在走上红毯的是演员聂元演员郭柯宇 内地男演员聂元代表作关云长绣春刀生死96小时 出道多年他凭借成熟且极具个性的表演将硬汉魅力诠释得厘厘尽致 内地女演员郭柯宇代表作红樱桃天安门 曾获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第十九届大众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第五届平壤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等多的奖项 欢迎二位 好 谢谢请嘉宾移步至主会场 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有请开颁奖嘉宾 评委朱耀文 演员聂元 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亚文 大家好 我是演员聂远 非常开心可以再一次来到中国长春电影节 每一次来都是惊喜连连 那这次很荣幸可以跟亚文老师一起颁发最佳女演员奖 远哥你太客气了 叫我雅文就行 是的 能够颁发最佳女演员奖 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因为一部好的电影离不开男女演员的演绎 尤其是近几年 很多女性题材的电影作品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 其中优秀的女演员们 以她们独特的魅力和敏锐的触觉 贡献出细腻深刻的表演 诠释了一段段荧幕佳话 而且回顾过往长春电影制片场的刘三姐 白毛女等作品为我们塑造了许多生动力气的经典女性形象 她们或者是坚毅勇敢 或者是温婉细腻 如今我们也可以欣赏到 荧幕上出现了更多多元的更有个性的女性身影 这是女演员用自己的才华和热情 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状态 才使得我们观众在电影中体验到了生命的多样性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入围本届优秀女演员奖的是谁 获得最佳女演员奖提名的是 哇 荣获第十八届中国长生电影节金鹿奖 最佳女演员奖的是 消失的她 妮妮 有请获奖人登台领奖 有请颁奖嘉宾 颁发奖项 发表获奖感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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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